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 在各位的支持下 我们今天晚上最后半决赛将诞生 剩余的两位晋级全国四强的名额 我们五组相声新人 现在在作战室 做着最后的准备 让我们掌声鼓励他们好不好 谢谢大家 开始节目之前呢 咱们再次用热掌声 欢迎两位召唤师 郭德高老师 张国立老师 谢谢 还有我们台下在上半场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和对战的我们几组大魔王的各位老师 欢迎你们 咱们想问问三组大魔王分别心中最支持哪一位相声新人觉得看好他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全国四强的最后两个席位 高老师 这个我认为还是由张云雷发言 对的 我是比较期待谢金 过言过量 我最看好的应该还是陈颖权和任鹏吧 因为我觉得陈颖权在模仿能力上是最强的 高班主 刘老师 除了金飞陈希之外 你们更看好谁啊 只有金飞陈希 对 因为我们一个单位 然后他俩的表现也一直很优秀 金飞陈希我们很支持 谢谢各位这个大魔王 到今天最后两个名额大家都不客气了 那最后最关键的两位老师 国立老师 您心中更支持谁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匹黑马 就是谢金 我真不骗你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谢金每一次 在进入了下一轮的表演中 我都看到了这个人身上的变化 我特别期待 就是在我想象中的四强中 能冲出一匹黑马来 谢谢国立老师 郭老师 每个人好像说的对象都不一样 我不知道您心中认为 谁有可能成为我们今晚的四强 我看好谁不管用 对他们看好谁才行 您可以建议一下 还就剩下有两对 现在俩苦哈哈的 没人提的俩孩子 俩外道天魔 龚瑞 耿铃 还有是窦辰光 长鹏旭 对对对 这个龚瑞 耿铃是张老师的组 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 山西的 现在唯一这台上 这俩外婆辣子 就是窦辰光 长鹏旭 窦辰光能从开始走的今天 第一 他这孩子上人见习 长得有人缘 第二 基本功扎实 是个说相声 有天赋 有条件 规规矩矩 当然 在他的事业上 他现在只是一个起点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对窦辰光来说 已经算是胜利了 谢谢郭老师 说到那个窦辰光 郭老师说 这是他人生的起点 有可能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起点 正好开始第一组抽签 抽到上场的 正是窦辰光 长鹏旭 有请 有请 窦辰光 张鹏旭 欢迎两位 刚才在 昨天是 有没有听到郭老师 就是怎么样来 就是评价你 现在的阶段 为了发展 刚才在后面 一直听先生说话 我就感觉 就跟家长 说孩子一样 这种感觉 特别舒服 我们哥俩 何德何能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对 听先生您给我们教诲 就满足了先生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我特别喜欢小豆跟老四 站在那儿 看着就舒服 真好 但是窦辰光 长鹏旭 就是一路一来 顶着压力 在最后关头 总能获得 现场观众的支持和投票 一路化险为宜 在此掌声鼓务 我们的窦辰光 常鹏旭 祝你们好 到现在八进四 这我觉得是最难的一关 因为前面的比赛 对我们哥俩的消耗 实在太多了 有点前驴技穷的感觉 对 每当就是到压力 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哥俩会有 自己的一种方式 去放松缓解压力 就是去踢场球 踢完球以后就是 感觉好像就发泄出来了 再静下心来 再去研究这个作品 我们现在是 表面上特别放松 脑子里这根弦不能松 这一场太关键了 硬着头皮往上冲吧 非常高兴 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给您表演相声 我们俩呀 我 不是不是 哎哎哎哎 你过来 你过来过来过来 干嘛呀 你干嘛呢 不是 你看 那有一对甜蜜的情侣 我给他们拍个照 你拍什么照啊 这说相声呢 我有用 你有什么用啊 回去以后啊 我就发个朋友圈 我就写他俩 嗯 我就写 秀恩爱死得快 死得不快用脚踹 我看你就该挨踹了 知道吗 啊 人家招你了惹你了 招我了 他气着我了 哎呀 他嘲笑我 不是 他怎么嘲笑你了 他有女朋友 哦 我没有 他就是 确实可爱 他有女朋友 哎 不就没有女朋友吗 再说单身挺好的 你别说话 怎么了 单身好什么呀 单身好说不好听 这有什么不好听的呀 谁一见着我就 单身狗 单身狗 多难听 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 不光叫单身狗 还有别的叫法吗 叫的多了 还叫什么 你到了美国 嗯 管我们叫Dog 嗯 到日本 叫Dog K Sintin 到法国 叫Sanda Shell 到泰国叫Bio Ma 到了香港叫汪 San 哇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哎哎 怎么了 我是被女朋友遗弃的 什么叫遗弃啊 有理由的离开 叫分手 嗯 没有理由的离开 就叫遗弃 哦 就说你被人踹了呗 嗯 他们把我给踹了 谁把你踹了 他们 他们 嗯 你还是被群殴的 不是吧 我打包一块 我跟你说的 不用打包 把包拆开 拆开一个一个说 那我要说了 你不许笑话我 兄弟你说什么呢 咱们俩这关系 我能笑话你吗 你说出来 你让他们笑话笑话你 不是你们 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呀 你们这都是 说出来就好了 那我说了啊 说破无诸 记得我第一个女朋友 嗯嗯 我们俩认识 是在一个春天 哦春天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 冰雪消融 又到了海归交配的季节 你把动物世界关了 我给你营造一下氛围 不用氛围 你说细节 到现在 我都记得 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感觉 什么感觉 一种 父爱的感觉 哎呀 这感觉挺别致呀 她的笑声是那么的好听 哇哈哈哈哈 太有父爱了 她的毛发是那么的浓密 那叫头发 嗯 她那个就叫毛发 那行毛发毛发 坐在我旁边 嗯 我就看着她 我就感觉 一团毛毛里长了一个脸脸 这是一只藏骯吧 啊 你看着她你不害怕吗 害怕什么呀 我妈说了 你妈说什么呀 找女朋友就得找长得丑的 哎呀 放心 哦你心态挺好 对不对 但是时间一长我就发现 她开始变了 她怎么变了 她居然问我 她问你什么呀 道成广 什么口音啊 我问你 嗯 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 你携救水了 你怎么说的 那还用问吗 嗯 肯定先救我妈呀 哎呀太漂亮了 我妈说了 嗯 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是给你唱儿歌呢 这姑娘当时也特别感动 是吗 鼓 鼓蛋 慈祥有多远 你给我鼓多远 哎呀生气了 赶快劝劝 我妈说了 你妈又说什么了 女孩生气不用哭 嗯 拉过来 抢吻就对了 抢吻 趁她正哭着呢 我上去 呜呜呜owned 鼓 档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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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从医院醒来 这就被KO了 这就 哼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听你妈的呀 废话 我不听我妈的 我听谁的呀 打小我就听我妈的 什么 我就是我妈的小可爱 我就是我妈的小宝宝 我就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 小什么 小了白了兔 白了又了白 两了只了二了多了 数了几了来 爱了只了罗了不了 和了心了猜 蹦了蹦了跳了跳了 真的可爱 走 你也是你妈的小宝宝 谁是小宝宝啊 我说你都二十六了 不能做妈宝 你得有点自己的主见 我就决定啊 我在虚拟的世界里 寻找我的爱情 这还有网恋呢 第二个女朋友就是网恋 你快说说 第一次看见她 是在视频里聊天 视频聊天 她长得特别好看 是啊 梳着两个麻花辫 很清醒 砸着一个麻尾辫 前面离子烫 后面烟花烫 这就是个 糟雷劈的脑袋呀 不许你侮辱她 她就是我的小哪吒 是她 是她 就是她 我们的英雄小哪吒 我们俩过得特别的幸福 是啊 在网络的世界里 双宿双飞 哎呀 太浪漫了 后来有一天 她说要跟我玩个游戏 跟你玩什么游戏呀 她说让我们两个人呀 谁也不要联系谁 谁如果先联系谁 谁就算输 这个游戏太有意义了 后来你们俩谁输了 那我能输吗 我是谁 我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啊 太漂亮了 我不可能我联系她 对 我压根我就不理她 不理她 后来过了一年 我才反应过来 我是不是被骗了 哎呀 你这个反应 真是太机智了 不行 我得上她家 我找她去 你找人家干嘛去 我到他们家门口 我帮帮帮一敲门 门已开 出来一个男的 谁呀 她老公 老公 嗨 你好帅哦 我可以和你老婆玩个游戏吗 鼓 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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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进医院了 这是 当我从医院醒来 走出医院的当天 你能走出来就不错呀 我就碰到我第三个女朋友 我说咱能歇会儿吗 咱 歇会儿干嘛呀 这姑娘我跟你说我太喜欢她了 又喜欢 嗯 长得可好看了 是吗 特别好看 嗯 你知道我最喜欢她什么吗 你最喜欢她什么呀 我最喜欢她那个瓜子脸 瓜子脸好看 尖朝上 对 中分烫个大波浪 不是你先等一会儿 瓜子脸 嗯 尖朝上 这是个雷震子吧 是是是 她这个发型 输中分特别好看 对 这脑袋只能输中分哪 你别管什么发型 我喜欢不管了嘛 对 你喜欢喜欢 省得夜长梦多 嗯 第二天我就决定我向她求婚 我这就要求婚了 对呀 为了让求婚变得浪漫一点 嗯 我包了一家兰州牛肉面馆 对 你包了个哪 兰州牛肉面馆 好高端的地方 给她个惊喜 是 就要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地方 哎 这姑娘想死她都想不到啊 召集我身边的朋友们 嗯 让他们给我做见证者 是啊 给他们做动员 哎 谢谢大家 嗯 感谢大伙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见证我的幸福 嗯 分子钱都带了吗 来随一下 不是要点脸 行不行啊 嗯 求婚没有要分子的 哦 求婚就不随分子了 不要分子 哎 不用不用分子了 但是每个人 一定要盛装出席 还盛装 哎 女的穿那个碗里 对 男的都穿那个戴屁帘的西服 对 那叫燕尾服 燕尾服 对 哎 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高脚杯 喝的红酒 82年的面汤 哎呀 都挂杯 你那就是长毛了 这姑娘进门里一刹那 嗯 我就要用我的魅力 我去征服她 你有什么魅力呀 别说话 嗯 这姑娘进来了 这就来了 哎 看 亲爱的 你看谁呀 你往那儿看 亲爱的 嗯 来呀 快活呀 反正有 大把时光 来呀 造作呀 反正有 大把欲望 唱完这首歌 我冲着这姑娘 我单膝跪地 对 手捧鲜花 我跳着她 我说 亲爱的 嫁给我吧 好 说完这句话 再看这姑娘 她说什么 热泪盈眶 哎呦 残情默默 她就看着我呀 她怎么说呀 鼓 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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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挨打了 豆成光跟我说过 哥 这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穿西服使心活 你赢了 弟弟 不容易 孩子 新节目 那么年轻 而且抽签抽一开场 压力是最大的 能发挥成这样 这孩子 钱都无聊 这个段子是创作拍了多长时间 哎呀 这个我一直在改 昨天晚上也是改到五点 词还不太熟 现在一直就是哎呀 晃着饭呢先生 真是 不太好 不太好 我们知道就是 豆成光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啊 也是很多人欢迎 观众pick 他排第三名 所以说很有人气 形象真的是讨人喜欢 我们云雷还是我们相声界的偶像明星 不知道云雷您觉得像豆成光小豆 这么帅气的哈 就是他将来会不会也成为一个相声界的偶像担当 我说实话 我真没觉得我在相声界是最好看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现在成为这样了 哎呀 我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吧 那刚才既然我们孟和堂已经站起来 你觉得是豆成光长得帅 还是孟和堂长得更俊一点啊 还是我长得比较好看 是吧 谢谢云雷啊 因为是第一个表演 难免会紧张 不知道两位老师一路看来 今天是进步了 还是说带着某一种压力 这个整个这个作品表现下来呢 你比如说拿到一个全国相声大赛上 最少能拿一三灯酱 但是呢就好有一笔 就好比是上贡的馒头 好看 不好吃 演员没受太大毛病 啊 就是规规矩矩一朝一世这么说 但这个作品多多少少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大家对你的喜欢 谢谢 特别喜欢你们俩 谢谢郭老师 郭丽老师 他们俩是特别可爱的一对人 年龄也很小 两个人就说 我一次一次地在他们最后PK的时候 我最喜欢他们那个状态 小豆每次都说 来吧 我们先来 就是完全特别放松 但今天他这个状态不在 我唯独觉得你今天不如以前享受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 真的是很棒 很可爱 很可爱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郭老师 各位媒体老师 如果支持豆成光长风许 看好他们的未来就可以举蓝牌支持两位 第一排各位老师请准备 三 二 一 请举牌 五位老师举牌 第二排的各位媒体老师 支持豆成光长蓬旭的 请举牌 五六 多少 十一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排的媒体老师 会不会也同样支持我们的豆成光长蓬旭 支持他们的话请举牌 说实话我没想到 投两排票数那么高 后来第三排啊没人投就一个投票 对对对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目前十二位媒体老师支持我们的豆成光长蓬旭 最后一排的媒体老师分数会非常关键 支持他们两位请举蓝牌 三二一请举牌 两位媒体老师 十二票交上两票的话 最终我们豆成光长蓬旭的 第一个表演获得了十四票的成绩 恭喜你们 投票数下哪一样 我估计应该各位输了 起码还有十四个人支持我们 我们就很满足了 因为这个限制的一台呀 确实是不是我们的强项 真是把我们哥俩困住了 这是这是 接下来要登场的 是国立老师心中 每一场都有进步的 谢金 李赫东组合 有请 那因为全国的媒体老师 未必对谢金在这个舞台上 一点一滴都那么熟悉 国立老师可以在他们表演之前 为我们的媒体老师介绍一下 谢金是相让界的世家 就是很老实的一个人 他们俩都特别老实 但是他们两个从开始 到我们这个战队来一开始 一进入整个战队的比赛以后 每一场都看到他们的变化 非常大 谢谢国立老师 我特别期待你们 今天成为黑马 直到现在这儿 谁都会有压力 但是有没有信心 往全国四枪冲击 这确实是想 只要是参加这个比赛 都想拿到好点的名次 所以说压力来说 确实也很大 而且我们所有的队长都来了 小边哥是八队的队长 鸾队是总队长 也一队队长 然后那边孟和唐是七队队长 就你是群众 我是我们张国立 我们中队的队长 有那么多队长在 我相信今天的谢金一定敢想了 接下来他就敢发声 请欣赏谢金 李赫东的表演 祝你们好运 之前有人质疑我们俩说我们俩这个 一点包袱也没有啊 一个包袱都没笑得居然能顾 就是我爷爷我也我也不服 你不了解我们就平一四分钟的 你就断定了 他们永远是一个没包袱的演员 那老是给你定性了 他得开窍 就是想让你在这种高密度的比赛当中 一步一步地让你越发地明白 每一次批评都让我们能成长一步 我想对他们说的就是 你们可以一路一路地看看我们的蜕变 大家好 上德才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谢金 我是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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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卡叠了是吗 这不加深一下大伙对我的印象 那您也不用介绍四遍呢 介绍一遍就行了 介绍一遍怎么能够显示出我的语重不同呢 您有什么语重不同啊 您不和大家一样都是相声新人吗 住口 谁是相声新人 不许说我是相声新人 不许说 谁再说我是相声新人 我啪 一屁股做死他 我师父说的 你坐一让我瞧瞧 来大伙给他鼓励鼓励 让他坐一会怎么样 你来了 郭老师就算了 到他这又算了 我怕他给我开除了 甭管怎么说吧 我进入相声新人的八强了 是 我终于可以撕掉我的伪装 露出我本来的嘴脸 不是 您这刚进八强 您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您受什么刺激了 我还用受刺激 一直以来 我在你们面前装得像个人似的 那您装得倒是挺像的 装得像个没事人似的 你知道我心里多委屈吗 您有什么可委屈的 还有什么可委屈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参加相声有心人 那为了通过这个节目加深学习啊 错 我来是为了寻求一个答案 为什么我在德云社这么些年没火 我差哪儿了 德云社人到火 我差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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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怕您溅我一身血 论起来啊 我比德云社这帮人起点都高 是 是不是 你知道他们说像之前都干什么呢 干嘛呢 岳云鹏卖拉面的 张云雷卖盒饭的 高峰卖海鲜的 华云平卖米线的 孟和唐卖茶叶蛋的 这德云社前身是开饭店的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们都火了 我没火 你说可气不可气 哎呀 这有什么可气的 论出身 他们不如我 是 对吧 论辈分 他们也不如我 我比郭先生 还大一个辈分 没错啊 按理说 我就不应该站在这 那您 我就应该坐在 郭老师和张先生中间那桌子上 来吧 那老村长乐意吗 那个 你在这说 在艺术道路上 排资论辈没有用 俗话说得好 英雄不问出处 虽然说您比他们出身好 但是人家都找着了 自己的艺术道路 谁啊 谁啊 谁找着道了 谁找道了 岳云鹏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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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 这岳云鹏 比那老村长度数还高呢 他们 哎呀 岳云鹏 大伙都熟悉 是 那脸长得跟囊似的 这叫什么比喻 撒点肉末就是披萨呀 没听说过 岳云鹏往那一站 我这天呐 这么神奇吗 啊 啊 啊 五 还 你比四款多一还 啊 啊 五 还 你比六款少一还 多好啊 你看台底的小姑娘啊 小爷爷 我爱死你了 这姑娘出高压店了是吗 岳云鹏凭什么这么火呀 嗯 为什么呀 是 我寻求一个答案 不是谁给您答案了 来到这儿了 陈允权给我答案 有我呢 我说他怎么说的呀 最近 岳云鹏为什么和你张吗 岳云鹏有自己的风格 你张吗 岳云鹏往那一站 讲究四个字 呆萌浪剑 你张吗 像我们这种纯阳刚的表演风格 跟他是不一样的 你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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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呀 要不说还是女人了解女人呢 这什么词呗 还什么词呗 陈允权和云鹏啊 那都属于雌性荷尔蒙分泌过剩 你张吗 要不说陈允权也要火了呢 不 这就能火呀 那我也很旺盛啊 你要死是怎么着呀 你在这说 人家那风格你学不了 我是师爷 我都怕您把自己扎透了 这是什么 岳云鹏 可以放那一瓶 是 我可以忍受 我在岳云鹏后面火起来 但是 是 有人插队 我知道人家张云蕾火了 谁踩你栏尾了是吗 张云蕾火的都没边了 小火的往那一站 是 太阳落下山 秋虫儿闹上旋 日思夜想的比尔哥哥 哎呦 听台底人的小棍 啊 比尔哥哥 我爱死你了 复高压店的姑娘还没走呢 我凭什么张云蕾在我前面火呀 那还是人家有本事 我是师爷你知道吗 我说要不然您改行 您穿串去吧 但是最让我生气的 嗯 谁呀 谁呀 孟鹤唐 不是人家孟鹤唐又怎么了 他打来了相声 我先瞧给他能力的 那天他就磨了 啊 哎呀 这回这回这时好这回 谁呀 我要我呀 我再磨呀 他们都是来一个我的 看你什么呀 看你什么呀 看你脑内条是怎么着 我恨把你废业不给你撕下来了 哎呀 这都恨疯了都 我能不恨吗 合伙欺负大辈啊 是 我是师爷 行了行了 行了 我是师爷 您再扎您就成尸体了 这我得说您两句了 您学习人家的优点呀 别老以大辈自居 踏实实站在舞台上 投入演出 放下 包袱 各位听见了吗 坏人在这儿 连我这个搭档都不打算让我活呀 我没有啊 我一说相声的 他让我放下包袱 那为您好 我本来包袱就少了 连焦大博士都嫌弃我没包袱 哎呀 你哪个包袱 他让我放下包袱 您没听明白 我委屈 别委屈了 我苦啊 苦什么呢 苦啊 好 你这笑声板了 听这句子还要唱两句 一见观众啊 哎 真好 点点指雷洒下来 血香声是愚哉 到现在没活好不悲哀 约云鹏出名发了财 拍电影说香声他活了起来 梦和汤台上真的不来 粉丝无数参加节目出名也是只可待 张云磊长的真是帅 最可谈我写进那一支以来 补文补货没有出名没有 粉丝没活起来 我只说 你要说什么呀 我要再补货 怎么样 我就从东方明珠塔上 你别想不开 把你推下来 推我呀 完整完整 他完全是一个爆发式的表演 我觉得今天谢金是抱着破破沉舟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的状态 来比的这场赛 找到自己了 主要这可能是真正的谢金 以前都是被传统的相声 给孤独了 这大伙儿拼了 太紧张 给谢师爷请安 掌声送给谢金师爷 李克东 我听孟和唐说一句 孟和唐 他是挠的肋骨 你为什么挠胸呢 可能我个儿高 想听听 队长 刚才你在演出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交流 是 这个我们乐也是给他放松一下 我们没有说嘲笑他 是是是 他这个相声的优点就是声音很大 确实现在学会炸黏子了 没有 好 今天他的表演 能不能征服我们现场的 32位媒体老师 第一排的各位老师 请准备 支持谢金 李鹤东组合 请举蓝牌 请亮牌 没有发现没有举牌 我们看看第二排 请亮牌 拿下了 没有没有举牌的 第三排媒体老师 支持谢金 李鹤东 请举蓝牌 5 4 3 2 1 拿什么叫做通过 我的天哪 最后一排媒体老师 请注意 请亮牌 全跳通过 这可能是 这真是 谢谢各位老师 全票通过 在任何一个节目当中 都非常少见 国立老师 现在您可以唱所欲言了 黑马 这是我期待的结果出来 现在金马了 黑马 踏得太远了 不是 你别不自信 你这虽然是一直保持着一个人物 但是你的情绪和你的叙事是拉得非常开的 从表演上来讲 我觉得今天你们两个真是做到了完美 因为我们要相信媒体评委他们的审美 完全是让我放松了 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当然这个笑里头既有作品中的包袱 也有我对整个你一直一步一步走来到今天这个状态的一种释怀 祝贺你们 谢谢 谢谢江先生 谢谢国立老师 国老师您觉得 谢金这次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我并没有想到他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更没想到今天能得到这个成绩 说句实在话 就说人的浅忧 太惊讶了 31票全票通过 这不可能 你让我站那说都未必拿31票 真的 不管怎么说 这个是一个让人特别振奋的消息 特别开心 我在家我跟孩子们聊天 我就说 我说你师爷开窍了 这太难得了 他在家还不这样的 这是 继续努力 祝贺 谢谢郭老师 目前为止 全国四强的席位 也属于谢金 李鹤东 请入座 我觉得装满五轮我没开场 现在就我刻画的 包括表演的形式 是不是说我在我身上 已经融化到我的身 而是说我现在是陪着他 没到游泳那样 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在去开窍的这个路上 谢金 李鹤东刚才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我们节目到本季来的高潮 32票 全票支持 给接下来这对上场的组合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曾经办过一场 那头所有的相声新人 认为他们应该是本季参加节目所有选手里面 排名第一的来自张国立老师战队 金飞 陈希 笑得这么灿烂 是不是看完他俩表演 你俩更有信心了 不是 高兴 高兴 在后台的时候 两位老师点评之前 我们后台就说 确实谢爷 这突破太大了 会不会给你们也很大的动力 努力 会的 加油 好 那班主坐在这儿呢 好 团队里金飞一定是优秀的 所以我认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虽然谢金拿了32票 全票 我也觉得奇迹有可能在这舞台上会再次发生 有可能会继续保持32票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祝福金飞陈希 祝你们好运 时间比较紧 然后呢 一次一次的比赛 整个的这个精神呢 已经琢磨的 已经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其实有的现在脑子已经 已经浑浊了 每一次都觉得吧 不是那么精益求精 老想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 现在它真正意义上 去理解那句话就是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 进不进思想 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现在我真的在乎就是我这个作品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 是我 我真是想只只想挑战一下自己 谢谢 谢谢大家哥的掌声啊 感谢您 很高兴还能站在相声有些人的舞台上 不容易 说实话 我们哥俩特别感谢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刚播出两期啊 我们俩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呢 那天录完节目回到北京 拉着行李箱刚到小区门口 门口有粉丝喊我们 喊什么了 金飞陈希回来了 哎呀 金飞陈希回来了 金飞陈希回来了 金飞陈希比 我们爱你 金飞陈希比 欢乐我地 金飞陈希回来了 金飞陈希 我说 哎哎 兄弟兄弟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谢金刚才把你怎么了 金飞陈希 金飞陈希 别喊了 行不行 咱能不能要点脸呢 咱怎么了 那是粉丝吗 那不是要账的吗 什么要账的 人家那还举着那个粉丝盘呢 那牌子上写什么 你没看清楚吗 欠债还钱 天金地义 房东李婶啊 拿着赶面杖 堵着小区门口 骂借 金飞陈希回来了 金飞陈希回来了 别让这俩小的跑了 王宗水电 什么都没给我呀 张国立 你是不开眼了 你愣着让这俩小兔崽子给过了 你太缺德了 你霸了 你这比赛 你说这 你丢人不丢人 你说这 你只的丢人 你不给人历史房钱 那是我不给的吗 你知道他说话多难听吗 怎么难听 他诅咒我 怎么诅咒的 我告诉你金飞 你要再不交房钱 你搭档好不了 你知道吗 他活不过四十 你知道吗 他好不了 你交不交 这是诅咒你的吗 这不是诅咒我的吗 他一说这个 当时我急了 我说你说什么呢 你以为你说这个 我就交了吗 我就不交 他死 我气死你 他死的怎么了 兄弟 要不先交了吧 怎么呢 我今年三十八了 你怎么能信这个呢 哥 再说还有两年呢 你招什么急呀 我还是活到四十啊 不是我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我三十多岁 就开始掉牙了 给了吧 交 交完我们哥俩去搬家 搬家 一个破地下室 一个月一涨房钱 那可不 谁受得了啊 是 后来我们哥俩搬那地儿不错 我们搬宫里头去了 咱俩当太监去了 当太监干嘛呀 什么叫搬宫里去了 咱租那房不是辣相宫吗 叫明皇辣相宫 对对对 是不是 那时候住那 里边可好了 那辣相宫里头 除了明朝十三位皇帝 就是我们俩 那咱俩不还是太监吗 你喜欢当太监的是怎么着 不是 十三个皇上加咱们俩 咱俩就是太监呢 不是哥 关键那附近的风景好啊 哦是啊 旁边就是十三陵 咱俩又住坟里了 咱俩 我就问你便宜不便宜 确实很便宜 一般人谁敢住啊 我跟大伙说 这房子特别好 搬进去我们才知道 那辣相宫里头不光有皇上 还有娘娘呢 你提这就来劲 后宫家里三千呢 一个皇上三千 十三个皇上 哎呀 那天我说我瞧下去吧 我推开后宫门往里走 哎呀我的妈呀 一屋的娘娘了 我往里边一站 哥 你说我当时我什么感觉 进你厕所了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 那环境 什么女厕所呀 哎 闭嘴啊 我进完女厕所呀 啊 不管是什么女厕所呀 我说到哪了 介绍一下环境 介绍一下环境 哎 环境非常的好 那白衣天里边 游客人山人海 是 一到晚上就上辣相 跟我们俩了 那怎么多清静啊 清静 临下班的时候 那馆长不还嘱咱们的吗 说什么了 没事啊 哥俩踏踏实实住着 就这房子 一般人我都不租给他 为什么 压不住 啊 过了晚上十二点呢 千万别出去 除了你们这屋啊 哪儿都没电 哎呀 你碰着他呀 他碰着你 都不合适 哎呀 你清静多吓人哪 我就不信这个 哎呀 我就不信这个 吓了谁呀 我们哥俩过十二点 出去了怎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 不就吓尿裤子了吗 你先尿的 我那是吓的吗 嗯 那不是天黑 没找着厕所吗 那不是 你不光没找着厕所 还没找着我 你搂着娘娘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起来 蜡像都画了 娘娘瘦了一圈 后来他们给我画上眼线 给我带上奉冠 我在那装了一天娘娘 我都母一天下了 我在那 你这算来北京 找着工作了 我这是什么工作呀 我这是 一分钱都没给我 兄弟 咱俩来北京 为什么呀 咱俩是个演员 一场演出都没有 谁说的 你这不是演出呢吗 这不是 我不演娘娘 再说你那娘娘不白眼 人家那个馆长 说你表现好 好给咱俩介绍了一份工作吗 什么工作 茶馆 演出去 对 一天给五十块钱 一天演八十七场 这个 我还是当娘娘吧 我还是当娘娘吧 什么当娘娘当上瘾了是怎么着 兄弟 一天演八十多场 我这身体我盯不住 怕什么呢 咱们哥俩就当锻炼了哥 谁刚到北京是都能一帆风顺呢 再者说了 这机会咱也不去 咱就一无所有了 也不能说一无所有 怎么呢 你不还欠人家四万多块钱呢 我欠谁四万多块钱呢 贪煎饼的大爷 我把大爷吃了是怎么着 我欠的四万多 你 就是你 白痴人多少煎饼啊 我的天哪 逼得大爷没车 最后把煎饼车都卖了 大爷最后哭着走的 可可怜了 我以后再也不上北京 谈价 听来了 就是你 是不是你 你说这笔子塞 你老说这干嘛 都丢人的事 我的意思是说呀 咱俩那会儿 男大爷没少帮咱 咱不能忘了人家 这话说的对 咱俩好了以后 一定好好报答大爷 你怎么报答 我呀 地水之人将涌泉相报 好话 我送他一瓶矿泉水 人家请你那么多套煎饼 你就给人瓶水 不是一般的水呀 景田纯定水 那管什么用 不行不行不行 那你说送什么呀 给老头买点好茶 你跟你说你茶也不成 大爷爱喝酒 知道吗 买什么酒啊 老村长啊 喝了老村长 包袱抖得响 我跟你说 就冲大爷对咱有恩 为了报答大爷 这演出咱也得去 演什么演哪 咱们家离市离那么多远 四十四十多公里 那五十块钱一天 咱俩都不够 这馆长都替咱俩想好了 人家馆长借咱一辆车 什么车 什么车 好车呀 我跟你说那车不跟大夫说 你们都没见过 哦 是啊 厂盆越野车 厂盆越野车 就是市里不太好找 市里头 就是一般都蓝色的 后不一抖 前面有一个放映盘 是个棍子的放映盘 三帮子 浓用三轮啊 那是不是也比没有强啊 就是代步工具 再说那车开着多霸气啊 哪儿霸气啊 车钥匙 嗯 你们的车压是这么大点 我的车压这么长 这么粗 哎呀 横跟Z似的 摇扒吗 什么钥匙那是 就这大车钥匙往这一跨 你咋咋咋咋咋 多霸气啊 我的天哪 二多斤大铁嘎的跨 腰匙你走道不拉跨吗 你懂得 你手坐来的是怎么着 天天我们俩开着那车出演出去 知道吧 从楼上下来走到车跟前 我跟我哥说 我说哥 上斗 看我哥 蹭 蹭上去了 我是狗 我是这么着 我掏着车样的 往里一吵 吵 招车 轮 轮 轮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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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腰匙就出来了 哎呀 演车去喽 演吧 我在前面坐着 我哥在后面斗上站着 我俩出门上高速 开着车呀 你先等会儿 你先等会儿 那车能上高速吗 啊 到了收费站 谁给你拿票啊 就我这技术哥 我还要拿票吗 到收费站那杆一低头 走 我就过去了 你是过去了 收费站那大白杆 啪啪 都削我脸上了 削得我一道红 一道白的呀 红白相间 我告诉你 我有你 我都活不过四十 你知足吧 你在后边还好点呢 高速上风多大呀 天天涂着你 我在前面吹着你 头发 头发都吹丑了 行了 再者说了 为了弥补你 哪天晚上回来 不是我请你吃饭呢 你请我吃什么了 还吃什么了 麻辣烫 麻辣烫 那麻辣烫都是狗肚子里头了 麻辣烫 两串 回回都请我吃两串 两串 哪条狗能吃饱了 我 我就能吃饱了 两串你真能吃饱吗 兄弟 你说咱们折腾来折腾去 在北京这么飘着 咱们为什么呀 让你迷失在路上 为了梦想呗 来 曾经的一年 曾经的一草 放不住的诺言 一直放心上 有许多时候 眼泪就要流 那山床是让我坚强的理由 小小的门口 还有他的奋留 你无温暖陪伴我的左右 兄弟 你说咱俩那项子说着说着怎么 还山上请了呢 行了快快快走吧 你还得回去当娘娘的吗 别说了 金飞一上去状态不对了 金飞陈希两个人的节奏乱了 有空拍了 之前他们俩是打打打打打 没有空拍的 可能前面现金太炸了 所以说导致他们压力特别大 在这个舞台上再次回忆起那些的时候 我觉得两人不光是在说一个作品 就像回忆过去一样 是 我跟您说明花浪相公是真的 我就确实当时住到桌浪相公 真的 当年就住在明花浪相公后 没事 其实我说实话 就是现在说出来你觉得挺苦 当时没觉得苦 对 就包括现在我们表演这个作品的也是一种乐观的情绪 不是说我来这个节目我想扇刃情我说诉苦一点这个意思没有 没有 因为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有过这个经历 对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伙时候认准了梦想的努力去坚持一定会成功 就要表达这个 这是真的 这个陈希这个希哥我们是同届 他我刚才说到一句说30多岁牙都掉霉了 我当时眼窝一下湿了 这是我们去年在冲各大晚会的时候 他身体特别的不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陈希可能是他业务上头才70%的这么一个力量 如果前两年的身体好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 谢谢游泉潮老师 我相信金飞晨曦这么能够吃苦 就是为了在更多的舞台上把欢笑带给大家 先来看看我们来自全国的32位媒体老师 你们会给出怎样的评分 支持金飞晨曦请举篮牌 科官来说的很多我们的这个选手啊 都认为肯定我是能进决赛的 就是根本就不用想的事 但是我心里知道我这座美业 我说了 三 二 一 请举牌 第二排媒体老师请准备知识金飞晨曦的请举蓝牌 三 二 一 请亮牌 第三排媒体老师知识金飞晨曦的依然请亮蓝牌 三 二 一 请举牌 接下来有请我们最后一排的媒体老师 支持金飞晨曦的话请亮蓝牌 谢谢各位老师 郭老师 在这个岁数的说项里边金飞晨曦 我觉得前三名得有他们俩真的非常的好 当然今天这个作品呢略显仓促 咱有什么说什么事 对 音乐一响大屏幕一出来 我心说到了这个欢乐喜剧人了 跟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我说要这么煽情下去的话一定会有问题 这可惜了真是挺可惜的 加油努力 祝贺两位 谢谢郭老师 郭老师 这可是您站队的 对 他们两个一直是我站队里我最看好的一对 但是今天这个作品我觉得 其实是作品问题 今天这个作品有问题 后边那个煽情那段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好 它把你这个气场给搅乱了 要舍得 就是你们的相声这个底老是有问题 就是你舍不得 你想要的东西太多 好 好吗 好 为什么作品导致成这样呢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 因为里边好多的内容 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 在我去创作的时候 我脑子里很有画面 我很难 在一种搞笑的形式给他说出来了 我怎么就找不着 找不着一种合适的人物状态 来表演这个节目 太真实了可能是 太真实了 两位老师对我们金飞晨曦作品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作为节目主持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作品利益好 它就是提醒所有的年轻的朋友 有可能现在金飞还得紧张的朋友 北漂不易 生活不易 好 金飞晨曦获得的媒体老师支持票数是 18票 恭喜两位 目前 和窦晨光 唐鹏旭交换位置 进入到我们的 临时全国四强席位 让我们掌声有请 小栋 长鹏旭 现在是彻底放松了 对 找到每一次那个 我先来吧 那状态 对对对 一下就踏实了这玩意 谢谢来了 是 国立老师 郭老师 最后还有什么话 要送给这两位年轻人 郭老师一句说好苗子 你说好苗子也没用 他也拜师了 我也不能收他 反正以后在北京留船别碰见我吧 先生 您永远是先生 谢谢郭老师 郭老师 郭老师 记住了 人没有用功的不是 好 你多用功 你就比别人强 好 继续努力 好 负贺你们两个 谢谢 掌声送给 斗晨光 常鹏旭 好 谢谢大家 好 行了 那我们就回去了先生 还有机会见 在我们这个年龄 我们这个岁数 参加这么大的一种舞台 走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这一路走来得到了这么多的爱 你就会感觉身上有一股 就是一股力量 就是它会直接就灌输给你身上了 这个节目你看我们哥俩演得比谁都多 一直在PK台上 对 这个对我们哥俩来说是一种成长 人生中少不了的成长 收获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俩太幸运了 谢谢大家 斗晨光 常鹏 值了 还有两组相声新人将要登场 希望今天能发挥出我们最好的状态 让我们掌声有请龚瑞耿铃登场 第四组 前头三组表演 有心情欣赏吗 其实就是惊心动魄的 真的就跟那个砍头台似的 看着一个一个砍我们在后面这个VH 希望今天能有好的表现吧 所以我们山西能出来的孩子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心里已经很高兴了 如果大家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掌声 我们哥俩就能够谢谢大家了 谢谢 挺放松 郭丽老师 这是您站队的 是 一对来自山西的相声演员 年轻 基本功是正的 路子是正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今天就放松心态 就四个字 放松 这是我们说享受 享受这个过程 好吗 好嘞 从山西出来就你们这么一对 不容易 站在这其实已经就赢了 挺好 谢谢两位老师 龚瑞耿林会成为我们今晚的又一匹黑妈妈 掌声祝福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常演道 酒逢知己千杯少 您每顿二两身体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 喝酒就喝 老村长 你怎么现在发展的张嘴闭嘴全是喝酒啊 现在酒量还涨了呢 常演道 醉翁之意可不在酒 没酒人家肯定走 借酒交愁愁更愁 不喝 不喝心里更别扭 看来酒瘾还挺大 谁请我喝我叫谁吧 那我今天可得请你喝点了 不是好酒我可不去 知道我英文名叫什么吗 港都 这叫英文名啊 我哪知道你英文名 O the farmer boss O the farmer boss 老村长 您要请我喝老村长 但是咱可不能在这儿喝 那哪儿啊 我今天得好好给你上一课 还给我上课 咱们喝出点地狱特色来啊 好啊 你跟着我走啊 行 边塞景色看不近的辽阔 千钩万鹤中的黄土高坡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呀 呀好 今晚你待会干嘛呢 这是 呀 来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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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听过 您就倒酒就完了就 找撒几你们 废话 我内蒙我都白跑一趟了 啊 来来 你看你看你看 酒来了 哎 这是什么酒啊 这是 太阳酒 哦太阳酒 喝太阳酒 啊 精神斗酥 嘿 这我得喝啊 哎 哎呀 这是大酸 大宝呆奏 不是我这先抿一口尝尝味嘛 嗯 感情神 啊 一口门 啊 感情欠 天一天 不是啊 感情厚喝不够 一天 感情薄喝不着 你要不敢这碗酒 说明嫌恶仗得臭 不是 您让味上喘个东 不让感情流条风 能和一亮和二亮 这样的兄弟恶险上 能和二亮和班锦 这样的兄弟最甜心 好 好 好 你要造我赶了个治愈飞 这么大间 哎 这一口乖 您快给我来口菜吧 都 你看又来的 怎么又来啊这 这是 星星酒 星星 算了我也别问了 他那又一套 来来来来 喝星星酒 嗯 用锤补锈 再来 你这是要喝死我了 不不 你一喝一锈 不不一锈我喝不了 你看看 你别走 别走 这是什么酒啊这 这是 啊 星星酒 不是刚才喝了吗 这是 另一颗星星 又一颗星星啊 北斗星 北斗星 哎 刚才我星星就地地 产的这个一块喝 是吗 这又个电故呀 什么电故 天上的星星 残北斗啊 哎 哎 残北斗啊 哎 你看 歇会儿歇会儿 您这变着方的灌起来 没完没了呀这事 你不是爱喝吗 爱喝也不能光喝呀 我这也多少得吃一口也得 哦 你还想吃呢 多新鲜 跟着我继续走 啊 采云之南 遗族人家 哦云南 哎 这我得吃口啊 嗯 这不能吃了 啊 使劲喝 不 这会儿我实在是喝不了了 嗯 喝不了由不得你了 当地的小姑娘端着酒 宰歌宰舞可就给你跳起来了 你跳什么我也不喝了 哎 不是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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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彪阿果 欢迎你到瑜伽来 请获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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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鸟叫啊 我 不喝了 为什么 我压根就 不喜欢 老司机带带我 三两八九 阿里里阿里里 阿里阿里里 拿过来 这可是劝我呀 你这是害我 我跟你说你这种行为 就是对自己和别人 最不负责任的违法行为 你还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呢 那你喝了酒办的那些个事 那算什么行为呀 喝酒没有错呀 谁像你这么喝呀 小酒一情 大酒伤身 记住我一句话 花钱喝酒谁都会 可这生命安全 比酒贵呀 我明白了 从今以后啊 我要是再喝酒 我就把你带上 带我干嘛呀 你既能劝我少喝 又能帮我开车 不管到了哪儿 还会唱当地的酒歌 我怎么那么多才多艺啊 来了快唱这个 这是什么呀 猪酒歌啊 这不熟啊 张得就是 来来来 走 香声轻软来吹黑 等到下一集来相会 咱们大家在爱去备 您认准了 您认准了 哦 The Farmer Boss 又来了 我觉得龚瑞耿林发挥到了他们俩最好的水平 他们那个带着浓郁的山西风格的那么个节目 最后给山西的文化 给山西的传统艺术增色不少 真厉害 听说这个作品啊 看着演得这么轻松 改了十稿了 对 十一稿了 十一稿 这是第十一稿 最后落实 这是第十一稿了 就是这十来天完成的 说是没有在早上五点以前睡过觉 是是是 基本上 最关键也没有压过场 对 心里真没底 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伙能给予这些鼓励 我觉得还行 谢谢大家伙吧 真的还不错 还不错 唯一的一对这个山西来的相声剧的相声新人 他们就要拜托各位老师了 目前场上的分数 32票 谢金组合 18票的金飞组合 那我们龚瑞耿林组合 如果票数低于18票的话 那就是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 如果您高于18票的话 那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四强席 18票 平局的话 可以 他们之间在PK呢 对 32位媒体老师 第一排 请准备支持龚瑞耿林的话 请举蓝牌 请亮牌 我们第二排的媒体老师 支持龚瑞耿林的话 依然举蓝牌 接下来我们第三排的媒体老师 请举牌 第四排的媒体老师 如果支持龚瑞耿林的话 请亮牌 谢谢各位做出的决定 龚瑞耿林刚才获得了 八位媒体老师的支持 那我们要暂时先恭喜金飞晨希 能够暂时留在我们的四强席位 也祝你们好运 那龚瑞耿林 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的 作为现在在八强选手里面 其他的很多都是晶晶的演员 能有我们两个山西的小孩 我们觉得说实话特别的知足 感谢国立老师 让我们保留下来 一直走到了今天 其次就是 来到这舞台 其实我有两个愿望 我们俩都是这样 第一呢就是想让更多的观众 知道我们山西的相声 知道还有一帮年轻人 在坚持为相声事业呢 在做努力 其次呢 因为是自答 有了郭先生把剧场相声 推向全国以后 才又再次点燃了 我们这帮年轻人走上舞台的 这样的一份希望 没想到这回先生 还对我们特别地认可和喜爱 谢谢郭老师 谢谢郭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龚瑞耿灵 带着满满的祝福和回忆 相声有心人这个舞台 对我们意味着 让更多的喜爱相声的观众 认识我们 监督我们 让我们以后能够不懈怠地 把相声继续坚持地说好 感恩这次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 想说谢谢东方卫士 谢谢相声有心人 谢谢 接下来要登场的 这一对组合 是来自郭德纲老师战队的 掌声有请 陈映权 侯正鹏登台 谢谢 大人都说了 您俩是最终 最后一个把板子敲定的 对 怎么拖这么久 是这样啊 我们改过七八稿 就各种各样的 我想法特别多 但是最后想定这个呢 我觉得 主要还得以说为主 不能瞎折腾瞎闹 觉得我丢人 这个其实啊 今天他应该演的这个作品 就是我们在昨天晚上 录完相以后 一点钟到我的房间 我们四个人开始排练 到早上五点 咱们把那个方案推翻 全部推翻 其实按正常来说 他应该是半上了 但是后来我们 大家聊完以后 我们就说 他也自己觉得 还是踏踏实实站在这 说一段 漂漂亮亮的相声 所以才五点钟的时候 我们又改了一版 改到早上八点 陈云泉 侯仲鹏 他们会成为 最后一位 晋级的全国四强吗 掌声祝福二位 谢谢大家 请开始我们的表演 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大伙 相声有心人 今天是突围赛 没错 比到现在 什么最重要 你说呀 心态 你这心态怎么样 不好 不好 为什么呀 国立老师知道 缺乏呼吸感 我爱着急呀 你着什么急呀 你着什么急 自从参加这节目呀 好多的网友他骂我 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这网友骂你呀 骂的对就听 骂的不对 别理他 他们骂的都对 嗨 我告诉你啊 你这叫心态不好 我告诉你 你得换换脑筋 我看 调整调整这心态呀 听听歌 没压力 听歌 经典回放我乐意 听德德马老师的歌 好听啊 哪首啊 美丽的草获远 你瞎 喊我的家 风水的草边的火 这不挺好的吗 好吧 好极了 关键现在呀 他老啊 篡改经典里受不了 没受啊 弄于外国人 穿着咱中国这旗袍 游远极尽 倾情献唱 古德拉克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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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再康明吧 古德拉克康明 好运来是吗 就这歌啊 一个字一翻译 多难听 什么烂七八糟的 你是听我的啊 甭看电视了 那我 下楼 到小区里 溜达溜达 现在这小区溜达溜达 小区那狗啊 比人都多 你着急不着急 你们家住狗事是吗 谁家住狗事啊 怎么比人都多啊 那狗啊都撒着 有那大个的狗 跟你一边勾 我跟我一边勾 我的意思啊 你以后没事啊 干嘛呀 别老站起来溜达 谁是那狗啊 我就说这意思 别老拿我打笔方 那怎么办 远着点 远着点 我告诉你啊 买张飞机票 出去旅旅游算算心 出去旅游没钱 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没钱最不应该着急啊 找这有钱花 值得信赖 这回行了 是不是 有钱了呀 出趟远门 我上香港去 你看行不行 那这太好了 关键到飞机场 到点它不让我登机 你说着急不着急 你坐飞机干嘛 不让你上去 那广播就可气 各位旅客 我们抱歉地通知您 您乘坐的 地上稳航空公司的航班 哪有这公司啊 由于天气原因 无法按时起飞 起飞时间 推迟到明年八月份 那就别飞了 那就别飞了 啊 推迟到几点得是 推迟到今晚八点 这还差不多 上了飞机我也着急啊 上飞机有什么可急招的 你说那空中小姐呀 长得挺漂亮 描眉画眼 是 一米二级的大高个 那就大个嘛 一米二级 拿着行李再给汤死一会儿 一米七级 一米七级大高个儿 关键呀 他老碎碎念 你着急不着急 怎么叫碎碎念呢 他老嘱咐我呀 调直 坐以靠背 收起小桌板 打开桌光板 人呐是要求那工作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您乘坐我们的航班 everything from香港 我们将在20分钟后 达到香港国际机场 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 调直坐以靠背 并收起小桌板 打开桌光板 谢谢你的航班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Hong Kong we will arrive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veVlogTid and check 你坐以靠背 和小桌板一会儿 您先等会儿 您等会儿 您这掌古早了 怎么了 钱的学得还不错 最后这句 安得坐以靠背 小桌板 这怎么回事这句 这英文我不会说呀 不会说 你就别学了 我告诉你啊 下了飞机到香港 这时候什么都别想 高高兴兴玩 没有饥渴兆 还真有一饥渴兆 怎么了 你说 怎么了 你不会香港话 你着急不着急 我都会了 我一踏上 香港的那个徒弟啊 我整个那个人的变化 马上就会有了 还真能说两句 我参加乡城有新人以后啊 很多香港的人 都是我的凡思 都是谁啊 那个过富城啊 哎呦 藏学友 你的粉丝啊 黎明 呱呱辉 扎扎辉 扎扎辉 扎扎辉是谁啊 张扎辉啊 哎呦 这个行李叫扎扎辉 他们都是我的凡思啊 带你玩去了 到了香港啊 带我上这个维多利亚港 维多利亚港啊 有一个游艇会 请我坐游艇行不行 这是人的特色 哎呦 那游艇会真好 是 又大里边出了一小伙子 梳着油头 咱得跟他聊天啊 你会粤语啊 你会粤语啊 那广东啊 你会粤语啊 你会粤语啊 你瞧啊 这个我跟你说啊 就会两句是吗 就会两句就别说了 这游艇怎么租啊 对啊 挺有礼貌 我跟你说啊 我这游艇啊 这两天哪出点事 没啥嘞 我这个叶子班呢 这事儿 你明天等会吧 明天把叶子班那事先放放吧 怎么了 香港游艇会 哎 说河南话是吗 是游艇会啊 是香港的 老板是住马店的 我都替他着急我 先生 我这个游艇啊 由于招架比较高啊 什么招啊 需要缴纳一定的押金 说多少钱 一天三百 大游艇一天三百块钱 怎么租房啊 按小时租赁 多少钱一小时 有五十块钱一小时的 有一百块钱一小时的 说说这游艇什么样 有鸭子的 有黑猫警长的 熊大熊二 脚踏船是不是 您从那船上下来到香港干嘛去了到底 晚上有我的庆功宴啊 给你庆功 香港所有演艺界给我庆功 什么事都给你庆功啊 庆祝相声演员陈寅泉 纸步相声有心人 全国八强 结束 头一回听说纸步八强 庆什么功宴啊 那是 我一纸步 我停下来 我不着急 好事啊 这还成好事呢 全世界的明星 全知道了 哎呦 你说这说线 最多快啊 是是是 肯定这坏事 马上就传出去 当天晚上的晚宴 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 奥普拉亲自给我的主持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we have a special guest Mr.Chan Now is a celebration Please welcome Silin Dian Oh 西林迪娃 行吗 给你唱歌 给我唱歌啊 唱什么呀 古德拉克康明 古德拉克康明 别唱了 陈银 侯正鹏 这个今天挺好 倒是规规矩矩的相声 从事到尾有铺有垫 然后每一个环节 设计的都很棒 真担心 因为这作品其实不短 今天早上八点钟 刚定稿的 滴水不漏 在我看来 不知道郭阳 郭亮 昨天晚上 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有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 我觉得 因为实话实说 我呢 我六点半 我就睡着了 你也是第一次 看到这作品 我六点半睡着了 她呢 一直坚持到八点 然后我一醒了以后 怎么让老太太呢 换活了 换作品了 她一直跟着来的 不是 我是觉得 今天特别好演的 特别好 但是穿大褂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 因为现在西装呢 就是你穿的这个西装呢 对 有点像哪个村长的儿子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啊 二位这个 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还是那句话 享受快乐 享受舞台 享受相声 就这样 好 谢谢郭阳老师 还真是 没看到两位 在这个台上穿过大褂 一直是西装 是 对 想着呢 是如果还有机会呢 就再穿一回大褂 好好说相声 如果不是止步八强 就穿着大褂 对 然后作为四强 晋级全国总决赛 穿一回大褂 这还有彩蛋 你看这厉害 最后一组 我们掌声 请出金飞晨曦 来到这个舞台 金飞晨曦 之前的获得的票数是 一十八票 对 十八票 高于一十八票 晋级 低于一十八票 依然穿西装 第一排的媒体老师 请准备 三二一 请亮牌 七票 请第二排媒体老师支持 陈韵权 侯振鹏 这个组合的亮蓝牌 七加五 一十二票 第三排媒体老师 只要有六位举票 就是平局了 八位老师 到底有几位支持 陈映权 侯振鹏 三二一 请亮牌 六位媒体老师支持 陈映权 侯振鹏 目前 一十八比一十八 平局 还有最后一排媒体老师 支持 陈映权 侯振鹏 请亮蓝牌 三二一 请亮牌 一十八加七 二十五票 谢谢各位老师 让我们掌声 恭喜 陈映权 侯振鹏 成为我们最后一组 晋级全国四强的 相声新人组合 恭喜你们 当举起的牌 这个最后是二十五票的时候 就非常出乎意料 他知道 我说相声 就这俩手这么放着的时候 极少 连笔和带说的太多 特闹 今儿我自己下来我就觉得 哎 有点意思 所以我真心的高兴 郭老师 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即将离开舞台的 金飞晨曦 其实按艺术水平来说 他们两队之间不分伯众 没有谁比谁高不高的 但是舞台上这个东西 全是看举牌的老师们 此时的好恶 这个东西没有一定之规 就是喜欢 你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所以对金飞晨曦来说不叫事 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 然后印泉跟侯振鹏 表示祝贺 谢谢 这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情 恭喜两位 谢谢啊 谢谢 好 谢谢郭老师 郭丽老师 我觉得我们先把他们两个送走吧 因为他们两个站在台上 我实在是心里头有点难受 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 刘金飞 来 特别喜欢你们两个吧 谢谢先生 谢谢 谢谢先生 很揪心的 金飞跟陈希这对选手 通过这一路走来 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 基本功扎实 是一对非常成熟的搭档 在我这个战队中 一直都是我打先锋的一对 看着他们要走的时候 还是挺可惜的 那个林德 我还想说句话 是要说 这么多期了 我们哥俩在这个台上 放了我们所有的作品 不管大家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我们尽力了 然后希望大家多关注金飞晨曦 不光关注我们俩 关注我们相声这个行业 金飞晨曦下台鞠躬 我们也要把最真挚的掌声 送给金飞晨曦 一个是祝贺 一个是欢送 还有一个是感谢他们 因为在之前的两场团队赛当中 都是因为他们高比分的领先 让国立老师战队的所有队员 可以顺利地成为全国八强 谢谢 老板哥 来 来来 金飞晨曦走 这是我意料之外 因为在我心里边 金飞晨曦是冠军 其实我在这个舞台上 留下的作品风格都不一样 我觉得知足啊 巴拉巴拉小摩星 巴卡拉全身变 变身 我们家热的快炸了 开空桥 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我觉得一点遗憾都没有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友谊 真的像是一家人挺好的 能交这么多朋友就够了 所以说现在走和以后走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掌声有请 所有晋级全国私缠的相声新人们 再次登台 有请 有请谢金 李赫东 孟克堂 周九良 张潘 刘全鸟 下周 我们第一季相声有心人的 全国总冠军 就将在四位组合当中诞生 掌声祝福各位 感谢新浪微博 新浪娱乐 凤凰娱乐 网易娱乐 网易新闻客户端 恒聚新闻客户端 中国新闻网 达克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见面新闻客户端 互动摆克 简程无忧会逛街 一点连接 他社区自抵挽 超级新版本QQ赞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拍视频上火山 生活有趣又简单 观看节目 参与向神有惊人 微博部署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